痛风是一种由单的尿酸炎成绩所导致的关节病,其包病原理是因为患者体内的脚腻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气减少,痛风主要包括急性发作性关节炎,痛风时形成,痛风时性慢性关节炎,尿酸炎肾病和尿酸性尿路结石,情况严重的患者还有可能出现关节残疾,和肾功能不全等症状。 值得一提的是,痛风经常伴随腹部肥胖、高质血症、高血压、二性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病等情况的出现,在临床上,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,正常成人每天产生尿酸大约750毫克,其中8%为内原性,20%为外原性尿酸。 这些尿酸进入尿酸代谢时,每天代谢时中大约60%的尿酸进行代谢,其中,1%的尿酸通过肠道分解代谢,2%的尿酸通过肾脏排泄出去,从而维持身体内尿酸水平的稳定。 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,出现问题,都有可能导致高尿酸血症,对于痛风患者来说,注意饮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因为日常饮食中带高飘铃食物比较多,对于正常人来说,这些飘铃进入身体后会被消化吸收,多余的飘铃也会代谢出去,然而,痛风患者并不能很好的代谢飘铃,导致体内飘铃过多。 从而发病,食物中飘铃的含量与食物种类,烹调方法等力气相关,根据食物中飘铃的含量可分为高,中,一飘铃带来的食物,正常人每天飘铃的摄入量为600到1000毫克。 痛风病人在关节研发作时,每天摄入飘铃,不应该超过150毫克,而高飘铃食物主要包括动物内脏,沙丁鱼,鸽,海虾,螃蟹,好等海鲜及龙肉当,中飘铃食物也应该现实,主要包括鱼虾类,肉类,柑豆等,而各种骨类制品,水果,蔬菜,牛奶,奶制品,鸡蛋等含飘铃最少。 其实,痛风患者应多吃碱性食物,如白菜,油菜,胡萝卜等,黄绿色蔬菜,这些碱性食物可以促进尿液中尿酸溶解,增加尿酸排出量,防止形成尿酸性结石。 此外,痛风患者还应该避免暴影暴食或饥饿,低热,能消食,每天脂肪摄入量,应该低于50克,以植物性油脂为主。 不适合上食油炸,油煎食品,因为脂肪会影响尿酸的排泄,既饮各种酒类,尤其不能酗酒,酒中所含的乙醇能使酗乳酸浓度升高, 它会抑制肾小管对尿酸的分泌,从而降低尿酸的排出。 同时,酒中含有的乙醇,还会是尿酸合成增加,为促进了尿酸的排泄。 痛风患者应该多喝水,每天饮水2000到3000毫升,使每天尿量保持2000毫升以上,饮水间隔应尽量均匀。 并且,患者还可以多吃含甲量高食物,熟香蕉、西兰花、西芹等,可减少尿酸沉淀,有助将尿酸排出体外。 除饮食要多加注意之外,预防痛风发作,还应该注意以下方面。 1. 避免使用昏食血尿酸升高的药物,如粒尿剂、附方降压片等。 2. 通过饮食控制后,患者血尿酸盛染过高时,可以使用降尿酸的药物。 4. 应注意避免剧烈运动或走伤,控制体重,多饮水,长期简化尿液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